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风小小只会添玩 看来还是要靠我的雷鸣机甲 土豆豆最懒 水灵灵最没用 我童童永远慢走堆 金童童是老不等 金童是最没意思的家伙 请来多我懒 我可是不来行最出色的建筑师 每次都让我给你们治疗 我受够了 这是怎么回事 好可怕 我又回家 孩子们 代表美丽的李希小灵珠 住在意大利的罗马万神殿 罗马万神殿 罗马万神殿是一座罗马帝国时期建筑 时间于公元前二十七至二十五年 用于供奉奥林匹亚山上的出身 我的新发明天杀战机已经传送给你们了 哎呀 这里掉错了 我才不做什么战机 我要自己驾驶神殿机甲 我得赶紧去告诉林珍珍 你们都是我妈 可驾驶飞机还是要我来 为了完成任务 拿到小灵珠 我忍 我真是个天才 老大 小灵珠有消息了 在哪儿 伊大利罗马万神殿 走 马上出发 卢大 你毛骨这么久 这机器人也没什么变化呀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你到达目的地 祝您一路顺风 昏灵水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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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用啊 你们早就打大霉了 你也就这点能耐和作用了 就是 你们太没有良心了 喂 你们也太慢了 能不能别拖后腿 谁拖后腿还不知道呢 等着瞧 小灵珠 我一定要给它们先找到 累死我了 小灵珠到底在哪里啊 好想回家了 我要继续找 不能让你们先找到 小灵珠真的在这里吗 卢大 是五金蚂蚁 它们比我们先到了 你的雷神机甲太慢了 先到要怎么样 只要它们还没找到小灵珠就可以了 也对啊 看它们的样子好像很累啊 正好实验一下我的新武器 什么武器 我 我才不怕你们 说 雷神在哪里呢 在上面 人说有一些武器对付你们 你们输定了 你又来捣乱吗 可恶的小蚂蚁 别以为这次我会怕你 让你尝尝我最新武器的厉害 冰冻电击炮 怎么回事 为什么动不了 现在知道厉害了吧 没阵阵我才不会怕你 我没水炮 小孩子的玩意儿 现在我就把你们也变成冰鸟 飞眼黏骨 别想耍花招 这对我没用 这对我没用 大师 你们到底怎么了 都是我们不好 看书上说 互相批评能使人进步 我们几个就互相指出对方的缺点 结果越说越生气 挑剔彼此的毛病 谁也接受不了批评 就不想看着不顺眼了 博士 怎么办 你快救救我们吧 开启你们的平板电脑 进入精神空间 快 你们不知道吗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十全十美的蚂蚁 谁都会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只要大家团结在一起 营造成一个和谐的团队 我们才能共同创造梦想 所以你们首先要学会和睦相处 你们互相团结 共同努力 一起打败黑马鸣 一起收集小鸣猪 就算吵吵闹闹也很开心 博士 我们错了 我们是永远的同伴 哈哈哈哈 这就对了 理智又何为贵 只有彼此体谅 互相包容 才能和谐团结 齐心协力 战胜困难 博士 我们知道了 博士 小鸣猪 小鸣猪交给你了 嗨 嗨 嗨 就想得逞 五行召唤 战斗吧 力量的源泉 黄金骑士 黄金骑士 给我动住 你们做了什么 你们做了什么 这是巴克林苏连续而成的女性小鸣猪 可以 拍重 忙 蜇 叶 令人 一羡 一些 鳌鸣猪 牙 一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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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 有一羽 没想到小灵珠威脸这么大 我的机甲变得更强了 哇 我也想要这么帅气的机甲 这就是小灵珠的强大力量 孩子们 继续努力吧 手机齐全部小灵珠 就可以早日返回布兰星了 可恶的火葱葱 小灵珠本来是本天才的 可恶可恶 气死我了 为什么小灵珠可恶火 你在看什么呀 好漂亮的中国节 我也想要一个 那还不简单 直接摘下来拿走不就得了 不行 这个中国节是别人的东西 我们绝对不能擅自拿不属于我们的东西 这种行为就是小灵珠 可在这么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 我最喜欢的就是中国节了 喜欢就自己做一个 是啊 我现在就去找绳子 学习编织中国节 编织出我的梦想 中国节是我们的了 可是林彤彤说 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就是小偷 谁是你老大 你 那你应该听谁的话 你 那就别多问了 按我说的做 我懂的 老大 这是太漂亮了 中国节 我们来了 金虹怪人 背后偷袭太卑鄙了 我们以为是苍蝇飞了进来 没想到抓住了两个小偷 幸好我发现得及时 你们一坐起手 快点放我们下去 做了坏事 就要好好反省 哎 博士呼叫我们了 大家回基地 放我们下去 好好在上面看风景吧 我一定要报仇 真是太可恶了 博士 你要灰影山林吗 亲爱的五星蚂蚁们 这套古代农夫装扮帅气吧 明明土豆调账 土豆豆 你说什么 我说 您这个装扮很帅气 那是当然 博士 小灵珠有消息了吗 哦 没错 代表正义的一系小灵珠 出现在中国的凤凰古城了 啊 那是什么地方 有凤凰居住的地方吗 真是咕噜寡闻 火葱葱 你一定要多了解一下 中国的地理历史 别再闹笑话了 我才来地球没多久 时间长了我就会知道 凤凰古城 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的西南部 因被衣的青山酷似一只 展翅玉飞的凤凰而得名 是一个以苗族土家族为主的 少数民族聚集地 也能如此 魏梦想出发 五行蚂蚁 哎 五行毛笔已经传送过去了 啊 这不是扫把吗 人家又不是女巫 这是飞天毛笔 哇哦 出发咯 飞天毛笔 啊 我还是做机甲去吧 五行召唤 打开吧 智慧的指引 召唤仙子 老大 五行蚂蚁真的去了凤凰古城 信息没有错 不要质疑我这个天才 老大 前面好像是五行蚂蚁 攻击 不能让他们首先到达凤凰古城 我等待 冷待 抱贤龙剑方 好大的风 我差点就被卷走了 是雷震震他们 快追 快追 这么大 我得填饱肚子才有力气找 你这个好吃懒做的家伙 好香的吧 雷震震肉 小灵珠在哪里 这么香 一定在里面 我们下去找吧 你给我认真点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只要吃一口 我立刻就能找到小灵珠 让我吃一口 我也能立马找到小灵珠 只要吃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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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豆倒危险 天神雷魄 真的 一点也不好吃 冷大 你干脆是不是小灵珠 我咬了一口 我咬了一口 完全咬不动啊 小灵珠 快看 木珠在天上飞 你在哪里 快走 哈哈 哈哈 五星蚂蚁真是穿到家了 老大 我们好像被包围了 要是他们五个一起上 那就不好对付了 你们自称是布兰星上最强的蚂蚁 可总是以多其少 根本就不配有五星蚂蚁的称号 身为战士确实不该以多其少 就是就是 你们赶紧反省一下 小灵珠是我们先找到的 要想拿走至少要公平竞争 不如问问博士吧 嗨 亲爱的五星蚂蚁们 小灵珠被雷震着他们先找到了 我们想要拿回来 可他们说我们以多其少 不是英雄所为 现在该怎么办呢 有博士 没难事 五星蚂蚁是正义的代表 我们要以礼服人 既然雷震臣不服气 那就进行一场公平的比赛 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 谁怕谁 要是我们赢了 小灵珠就归我们了 行 只要你们能赢了他们 比什么 就比赛高桥 双方各出两个人 谁的队伍先到达终点 谁就胜利 好 预备 开始 哇 好香啊 风小小呢 风小小 你这只没用的长毛 我才不会把小灵珠给你们呢 我就知道他们会耍赖 看我的中国节 竟然背后偷袭 你们太卑鄙了 雷震震 耍赖可不好 远毒就要服输哦 我的中国节编织完成 我的中国梦终于完成了 你们就在这挂着晒太阳吧 下次的小灵珠一定是本天在的 下次的小灵珠一定是本天在的 你这么很好的 警三РИ Hab装得太阳 灵珠